手机应该领复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三 好 来 同步走一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我也想站在领奖台上为中国升国旗 但是可能自己的水平跟国际上的水平还是会差一下的 我国际最好的水平是世界第十四 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学生圆成自己的梦想吧 说完月后面还有什么 有没有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 然后怎么能这样 OK OK 不知道怎么 这个就好处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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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一 今天都在冰场 但是她是在冰场上教学 我是在做一些运营方面的一些管理 认识我老婆之前我是只是会轮滑 然后我才跟她学的滑冰 知识很丑 胆子很小 她也是我的学生 但是我没培养出来 我们15年刚开业的时候 是福州应该是一个冰场没有 我们是第一家首家冰场 刚开始来的学员 好多人都是用这个冰鞋 把这个雪缠起来以后 直接捧起来看着雪 这就是天上飘的雪花吧 这边的孩子非常有灵气 身材也好 还有灵活性也好 平衡性也好 真的不输于北方的孩子 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冰球队 如果女孩子能组成一个花样滑冰的队的话 我想未来的几年吧 我想福建应该在全国 应该也会有名的 适应该到的全国 整个家最强氏 我都来 Ens约 偶像下 冷几心 tία 一起